大家好,我是青木 今天咱们聊一款非常皮实好痒的多肉 它叫做东美人 东美人这个品种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痒 这个品种其实大家控好了还是比较容易上状态的 而且这个品种最关键最关键的 它是痒不死,只会越痒越多 可以看到我眼前这颗比较大的东美人 这颗东美人我是丢在外边鹿养的 一年到头都是鹿养 现在的状态就很一般 因为我这里的天气各方面都不是太好 这一棵是很大的这种盆 里面全是田园土 因为这一些盆太大了 里面的土也比较深 田园土也比较保水 所以这些土干得比较慢 这些一淋了水以后它的褪色会有一定的 所以说这个品种这么养护 出的状态就很一般了 我们抓住这个品种的特性 它非常的耐低温 一般零下好几度也是没问题的 包括三十几度四十度的天气也没什么大问题 抓住这个特性以后我们就可以使劲的空了 在这个特性的条件支持下 它就比其他的多肉容易控除状态 其他的多肉可能你还不是太敢 一会儿你又怕它半死了 夏天那会儿给它遮阴呀 可能又担心它上不了色 但这个品种夏天那会儿你就丢在外面给它爆晒 可以看到这一颗 这一颗是比较小颗的 我就丢在一个这种竹筒里面 小竹筒里面的土都是那种椰康 就是之前我发那个配土制品在养护合集里面 就是用那些土里面有叶康 有一些珍珠盐还有一些沙子 这个比例呢掺的土是非常少的 这个颗粒估计大概这个60%左右吧 像这个状态你看同样是露氧也是丢在外面 该淋雨就淋 我们这里三天两头的就是下雨 昨天还下了很久的雨 它说状态啊 整体各方面还是比较好的 很多品种到了夏天那会儿 该遮阳的遮阳又不太敢曝晒 所以那会儿状态很容易就变绿了 像东美人这个品种就可以反过来 你就使劲的晒 看看这边这一盆 这一个盆的高度也就是67厘米那么高 而且那些土还没有完全的放满 这里面的都是叶叉苗 这些东美人是我去年春季那会儿 到现在其实有一年多了 因为我一直放在这里面水很少给的 所以它长得非常的慢 相当就是控阳式的 这些东美人现在是放在棚下面的 也就是这些玻璃棚耐力板下面 所以它上色会比较慢 大家都知道在这种棚下面 其实上色是非常慢的 过滤掉了大部分的紫外线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顶部这里 所以有些人会说 我这里的法师还有这些多肉 为什么上色那么慢 实际就是这个原因 在北方的朋友更容易理解我说的这一块了 因为他们那里两层玻璃的更恐怖了 是我这里的两倍 比我这里还要加一层 所以上色是比较困难的 但说是说困难 这个还是可以上色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灰心 大家可以看到我下面这里的 后面这里拍的都是在棚下面 空水空的好 而且也是有一定状态的 我这种情况下 而且又天天的下雨 要么就是阴天 大家看我之前拍的视频也知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都能上一定颜色 所以大家那里养护的 你那里有阳光之晒的 而且又没有什么东西挡着的 那一定是可以上状态的 如果说没有上状态 大家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配土的问题 或者浇水太频繁了 不敢拼命的控 这一个视频先拍到这里 再见 再见